好,謝謝各位 現在首先有請衛生局羅翼龍局長 各位記者朋友下午好 首先我向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今次疫情去到目前這一刻的一個風險評估的情況 在10月26日和10月30日 兩個群組 目前通過我們的流行病學調查 是有明確的關聯的 他們兩個群組的一個共同暴露點 就是10月25日 在珠海的地下商場 目前我們已經管控了風險區域 包括他們的居住大廈 系列為紅馬區 而一些密接接觸者 刺密接觸者和共同軌跡人士 我們也管控了 我們見到這兩個群組 後續相關的發病的人士 都全部在管控面裏面發現 亦即他們對社區的傳播風險 是相對低的 而我們昨天 即是10月31日 發現的一例病例 是珠海居住澳門工作的58歲男性 目前是我們抗疫工作的重點 我們通過基因的分析 就發現它和之前的個案 是高度同源 即是剛才兩個群組的個案 是基因上來說是同源的 目前我們仍然未找到 他們之間的流行病學的聯繫 因此我們必須要進行我們的 全民核酸和全民抗原的檢測 這個是對我們疫情防控工作 是非常之重要 而且這一名人士 他的活動的軌跡相當之廣泛 稍後梁醫生會做一個補充 而且有不少情況 他是沒有佩戴好口罩的 因此我們繼續要進行流行病學調查 去盡快管控風險的人士 減低社區傳播的風險 亦都在這裡感謝我們全體澳門的市民 全力積極地配合我們全民抗原 和全民核酸的工作 報告一些關於檢測的數字 我們今天的全民核酸檢測 由上午的7點鐘開始 截至到下午3點 全民核酸和重點區域的核酸檢測的採樣 一共有263,478人次 在洪馬區的採樣有212人次 路坦美斯美高梅隔離人員的核酸採樣的人次 是1,519人次 今日上述的核酸採樣有265,209人次 其中66,456人次 已經有結果 結果全部都是陰性的 由昨日 即是10月31日 開始去到今天下午3點 應該是1日半 據累計的採樣總量是 499,079人次 另外 我們今天凌晨凌時 至到下午3點鐘 合共有52萬5595人次 已經上傳了抗原檢測結果 全部都是陰性 這裡也都宣佈 未來幾日的一個抗原檢測安排 我們也都繼續希望市民配合我們 在11月2日到4日 連續3日每天進行一次抗原檢測 亦都是通過我們的電子平台 去上載檢測結果 我介紹到這裡 麻煩你 麻煩你了 羅局長 現在有請 疾病預防及控制中心 梁奕浩醫生 各位傳媒朋友 下午好 首先跟大家報告 我們疫情的一個狀況 本號 昨日是沒有新增 確診的病例的 我們累計的確診總數 維持是795例 累計出院是787例 在無症狀感染者方面 昨日是一共新增5例 都是輸入病例 累計的無症狀感染者 是1778例 新增1例解除隔離 累計解除隔離 是一共1755例 新增死亡是0例 累計死亡是6例 累計的陽性病例數 是2573例 重風險地區回澳人士 昨日一共是有156人 包括澳門居民是61人 非澳門居民是95人 累計的醫學觀察總數 是84263人 而現證醫學觀察的人數 是1285人 在酒店是1190人 在衛生局的設施 是有95人的 而在流行病學調查方面 我們現時是 有兩組的數據 要跟大家再公佈的 關於一共10例的本澳 在澳門診斷的陽性病例 我們一共跟進了1824人 當中包括陽性個案是10人 其中輸入性病例是2例 輸入相關病例是8例 我們一共跟進了密切接觸者是101人 非核心密切接觸者 即是共同軌跡人士 有1126人 次密切接觸者有300人 一般接觸者有174人 陪同人員有19人 排除風險的人數有94人 另外青州中學也有107名的師生 和教職員鎖了皇媽 要求7天5檢 而路坦美斯美高梅酒店 現場管控的人數 一共有1582人 因應昨日珠海 10月31日珠海診院的個案 我們亦作相應的一個跟進 我們一共是跟進了206人 直至今天下午3點鐘 當中包括一些非核心密切接觸者 即是一些共同軌跡人士 一共有183人 一般的接觸者是3人 陪同人員是沒有的 以排除的個案是20人 這是我們的一個跟進的情況 接下來想跟大家說說這位 珠海個案的一個 一個珠海個案的一個行程 裏面昨天都有提到的 我想跟大家再總結一下 亦都是希望市民特別要留意的 這位人士 他每日10月28、29、30日 他都會上班的時間 都是乘坐巴士 大概都是在上午的7點55分到8點半左右 會乘搭MT4巴士 由清茂厚岸去到斯達厚站 而在每天 大概在8點半到8點45分這個時間 他都是會去到夜魔街的一個新花城超級市場 而在下午2點半到2點50分左右 他就會去到新馬路河邊新街的聯德茶餐廳 進行一個午餐的 晚上下班的時候 他也會乘坐1號巴士 由內港校的碼頭去到白朗古將軍大馬路 裡面也有細裂到一些他乘坐巴士的時間 如果我們的市民和這位患者 他有相同乘坐過的一個巴士的時間 或者是有去過一個茶餐廳 他那個感染的風險是相對高的 當中尤其是因為我們進食的時候 是不可以戴口罩 傳染性是更加高 所以在這裡呼籲 如果有任何的一個市民 他是曾經在同一時間 去過這個聯德茶餐廳裡面去進食 而到目前為止 衛生局仍然是沒有聯絡他的話 請他主動聯絡我們熱線中心 我們會馬上再出一個跟進 而其他人士 我們都陸續在跟進 如果衛生局沒有聯絡他的話 我們都呼籲他 主動進行三天兩點的一個工作 我們如果有取得一些確切 他是跟這位患者乘坐同一步巴士的話 我們都會陸續聯絡他 除此之外 因為這位人士 他是一個送貨的工作人員 所以他每天的行程是比較豐富的 都想跟大家補充一下 他每天去過的一個地方 包括10月28日 他每天一般來說 上午就會出去送一次貨 下午又會送一次貨 涉及的送貨地點 就是在10月28日的上午 主要是曾經去過 下環街市地下的第45號檔 卓人餐館 海王菜館 曼谷餐廳 楓唐新派料理 魚大俠 水和田海鮮美食 而在下午他就會去到康泰餐廳 在富記魚欄 新泰屋泰各餐 即是筷子機店 金利峰海鮮火鍋飯店 村菜王 臨後海邊大馬路的順泰美食 夜遊人美食店 海灣南街的魚軒 臨後海邊街附近的魚豐菜館 魚大俠 我們都會留意到 這位患者其實在他除了送貨之外 其餘的時間 他可能都會在利行魚欄附近休息 往往在這些時間裏 他都沒有戴口罩 脫下口罩吸煙 或者是沒有戴口罩休息 所以這些情況都是相對風險比較高 所以如果是同一時間 曾經去過剛才說的這些場所的話 都呼籲這些市民 都是主動進行一個三天兩檢的工作 在10月29日 他亦都有去到送貨 上午主要去的地方 就是包括翠遠酒家 因王至大馬路的百福麵家 表嫂美食 萬谷餐廳 和大馬大神街的名門居海鮮食庫 封堂新派料理 在下午的送貨地點 包括田叛街 宣上香 海王賽館 美富將大馬路的 拳槍新順發 今月越南牛肉粉 余大俠 順德建華美食 這個是29日送貨的一個地點 而30日送貨的地點 包括上午11點到11點50分 就去過卓仁餐廳 海王賽館 曼谷餐廳 封堂新派料理 在中午12點50分到13點35分送貨地點 就是荷蘭縣大馬路 余大俠 營地大街的財神爺飯店等等 同樣 在他29日和30日的行程裡面 他都會在附近會休息 脫口罩 吃煙等等 這些情況 我們再次呼籲 待會我們都會將這些行程 放上網 呼籲所有 如果是同一時間去過那些地方的市民 都是主動進行三天兩檢的一個工作 接下來 就跟大家講講 關於我們澳門健康碼的一個 調整的一些情況 現時我們澳門健康碼 在田舍澳門常居地是有兩個選項 其中就是包括一項 在同意衛生局在澳門出現疫情的時候 向身份證明局提出他的已登 在身份證明局已經登記的一個受影響地區的一個地址 我們發現因為很多時候 因為市民沒有提前去身份證明局更新它最新的一個地址資料 結果當出現疫情的時候 地址就會被轉為紅馬 因為地址錯誤 而被轉為紅馬和黃馬 因此為了減少在防疫管控期間 因而出現的一些紅馬和黃馬的情況 在下星期三 即是11月9日 我們澳門健康碼 將會移除這個選項 即是會移除這個 由身份證明局提取他的地址這個選項 屆時 這些市民需要重新自行更新和填補 一個正確在澳門上居的地點 這個請大家要留意 同時 社工局也會在11月3日開始 在他們核下的各社會工作中心 是为有需要的人士提供一个资料更新 以及输入的一个常居地址服务 有需要的市民 也可以去到这些社区社会工作中心 寻求一个协助 我今天的报告是这么多 谢谢 谢谢梁医生 现在有请旅游局南童好处长 各位传媒朋友大家好 今天在酒店做医学观察的人士 有1989人 在一般医学观察酒店 有1370人 在专门医学观察酒店 有619人 总数当中 包括1182名的澳门居民 137名外雇 以及670名旅客 旅游局会报到这里 谢谢 谢谢南处长 现在有请治安警察局李德辉处长 各位传媒朋友大家好 现在要治安警察局做一个会报 首先讲讲一些出入境的情况 今天是11月1号 我讲讲昨天10月31号的出入境状况 10月31号 全澳各个出入境口岸的总人次 出入境的总人次大约就是265200人次 对比之前那天增加了1.5% 当中全澳门各个口岸入境的人次大约就是142400人次 其中澳门居民就是54000人次 对比之前那天减少了14.2% 旅客大约就是11800人次 增加了9.9% 内地雇员71100人次 增加了28.1% 而在出境方面 出境的总人次大约就是122800人次 其中澳门居民大约就是48600人次 对比之前那天减少了11.2% 旅客14300人次 减少了22.8% 内地雇员55100人次 增加了2.7% 另一方面 我们警方也都是继续支援各个核酸检测站的工作 这里也是呼吁各位要做核酸检测的人士 尽快去到完成 也都是要留意天气的变化 排队的时候保持1米的距离 还有内心等候 也都是按照现场的人员的指示 有罪地排队的 那这样警察局的汇报 暂时来到这里 谢谢 谢谢 谢谢李处长 现在进入记者提问环节 请各位记者提问之前 宣布自己代表机构 和每次最多两个问题 这位女记者 麻烦 你好 澳澳电台记者 想问两个问题 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 因为现时那个不明源头的个案 其实那个行程涉及的范围都比较大 还有那个佩戴口罩的情况是不理想 想了解一下 其实现时这样的一个社区的风险 其实在今个月内 有多项的大型活动 还适不适宜举办呢 包括大赛车和美食节 另外一条问题就是想问一下 因为全澳的长者和康复软社都暂停探访的 接着本身都打算就说 快策之后的结果就会决定后组一个探访的安排 想问一下 明天会不会恢复那个探访呢 因为其实现时 都有一些重点区域的一些核件 当中也都没有一些大规模的感染的情况 为什么会一刀切就暂停了这个软舍的探访 因为有些长者其实都是会比较 希望有家人去探访 如果不是可能情绪有少少的问题 这样的相了解一下这个情况 麻烦 多谢记者朋友的提问 我们对今次疫情的风险评估 刚才都做了一个总合的介绍 如果说在10月26号和10月30号 我们发现的两个家庭 就是两个群组 涉及到三个家庭 四个家庭的情况 其实是相当可控的 因为我们要管控的人 都管控了 也都在管控期间 发现了一些确诊的病例 就是没有造成一个 实际传播的风险 现在目前我们最大的风险 就是讲的是一个 珠海通报给我们58岁男性 它活动范围 刚才都介绍了 稍后我们都会看回 网上都有公布 它活动范围是广泛的 而且根据它的核酸检测的一个历程 它是10月28日的核酸检测是阴性 第一次阳性是10月30号的一个情况 所以说它在29到30日之间 尤其是30日的行程里面 它的传播的风险是存在的 所以我们有几样东西我们同步做着 第一个我们就是主动通过我们流行病学的调查 结合我们警务部门帮我们做的一些追踪 我们一起去找这位人士 在这两天期间 他接触到的人士 就是我们流行病害调查 追踪就是做这件事情 但是呢也都跟市民去介绍 就是我们通过它的一个描述 又或者我们的一些手段 比如说一些的消费记录 一些的澳门通的使用的情况 又或者是一些的场所买的掃描 是有一个时间的延后 还有是会有遗留的 就是大家一定要清晰知道这件事情 所以为什么我们刚才 特意要特别公布他这个人 去过几个重点的场所 如果在这些场所里面 大家在那个时段里去过的话 就一定要主动 尽快和我们申报 因为有些人可能会觉得 你找到我才再说 但其实这样会造成一个 发现的延迟 所以我们主动去找之外 也都市民希望配合 各位传媒朋友都帮我们 去做一个呼吁 如果有一个共同的一个轨迹的时候 就主动去联络我们 我们就会可以更快做好管控 同样如果我们通过这个措施 做到管控的话 我们也都会好像10月26号 和30号的一些群组 可以将这个疫情 但是当然我们知道 一个这么广泛的活动轨迹 部分还是不戴口罩的情况 其实会有一个传播风险 就算我们怎样去呼吁 我们怎样去追踪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进行一个 全澳范围的一个传闻核酸 和今天公布了继续做一个传闻抗原 希望我们不会存在一些流亡之余 如果存在的话我们会发现它 因为越早发现它就不会引起另外一批的传播 这个对疫情防控来说是相当重要的 也都希望借这个机会 感谢我们全体的市民 一直以来高度配合我们的工作 包括我们的全民核酸 和一些全民抗原 我们的一个申报的比率是相当高的 亦都是非常非常支持我们的工作 亦都使得我们有信心 继续能够可以有效地控制我们的疫情 至于一些大型活动 是稍后的时间 目前来说我们的风险都是可控的 我们只要做一个适当的一个手段 希望能够将这个疫情能够完全控制 刚才提到一些的掌制院舍甚至医院 去停止一些的探视活动 目的其实是我们仍然有一个社区 一定程度的风险下 我们希望保护好我们一些的长者 以及一些医疗服务的一个接受服务的人士 所以暂时都希望稍微忍耐一下 让我们通过我们的全民核酸 或者是全民抗原 确保我们社区里面 是没有一个隐形的传播的情况 我们才会开放一些的探病 以及一些探视的情况 介绍到这里 麻烦 下一位记者 那边黑色衫的记者 麻烦 澳门日报 麻烦 因为有读者 就反映 他们本身 今个月五号 即11月五号 就在某博企酒店里面 就摆走的 但是呢 因为现在疫情 这样的情况 他们就希望延期 但是他们打去问博企 那时候 博企就说政府 没有禁止百人以上的宴会 所以就要那个事主坚持 就是要他继续摆走 但是现在这样的防疫问题 那对于这个百人以上的餐饮 因为始终都要脱口罩的饮宴 政府会不会有什么新指引给博企 或者市主呢 麻烦 谢谢大家 本身的風險究竟有多高 是不是有更多引力的感染者 是未能找到的 所以在這段未確定的階段 我們建議一些有風險的活動 都是要權衡它的重要性 是不是一定要進行 尤其看回這個活動 它是不是正如剛才記者朋友說 是不是要脫口罩等等 這些情況 如果是的話 我們建議在一個情況 未是很明確的狀況下 風險未是很明確的狀況下 都是一個暫言是舉行的 如果是要舉行的 一定是要舉行的一些活動的話 都一定要做好我們的一個防疫的措施 包括進行一些確保參與的人士 健康碼都是綠碼的 也是按照我們特區政府的要求 每天是進行一個抗原的檢測 以及也是進行一個核酸的檢測 並且是有一個陰性結果才是參與的 我的回答是這麼多 麻煩你 下一位記者 戴眼鏡的藍記者 麻煩你 你好 TDM的記者 第一個問題想問一下 都是關於那位58歲的陽性患者 其實政府有沒有追查到他的感染源 可能是來自哪裡呢 因為珠海那邊又說是澳門輸入 其實有沒有說他比較大可能是澳門本地感染 還是都是珠海那邊感染的呢 另外就是他剛才提到送貨去到很多間餐廳 其實政府會不會對他去過的那些餐廳做一些防疫管控措施呢 還有想問一下他送貨期間有沒有戴口罩呢 另外想了解一下健康碼那裡 如果那個地址那裡 如果是不是一定要 就是9號之後是不是一定要輸入地址 才可以生成到健康碼呢 還有想問一下快測那個問題 因為還有 未來三天都要去做快測 其實是不是 就是政府派的快測是夠用的 那如果市民已經沒有了 是不是要自費 購買去做快測 麻煩你 第一個關於留調的一些內容 我交給梁醫生 是的 因為我們健康碼是當剛剛推出的時候 我們輸入一個地址 我們有兩個選項 首先考慮到我們市民需要一定時間的適應 我們有一個方便點的方法 一個就簡選一個身份證明局裡面的地址 又或者輸入我們的地址 現在目前來說一半一半 一半的人是輸入地址 另一半就因為太方便了 暗了一下就不需要 就可以繼續做健康碼 但是我們看回 我想做個健康碼申報地址的人都知道 其實是很方便的 你不論輸入街名 它又會自動出一些選項 是大廈名 反過來輸入大廈名 它又會有街名的選項 就是它會很方便的輸入 但是正確的地址輸入 會減省很多市民的麻煩 因為我們其實現在 我們這些疫情走了這麼久之後 現在很大部分的一些熱線的求助 都是說錯誤被轉黃馬、紅馬 是因為地址原因 所以其實都做了市民很多的不便 所以經我們綜合它的評估 我們都走了健康碼這麼長的時間 都是我們希望市民 就將它的最常居的一個地址填對它 可以使到我們的流調工作 或者是一些管控工作 可以做得更加之容易的 希望市民去幫忙去做一個工作 也都我們看回 其實有一些老人家 他未必那麼熟悉一個電腦的操作 希望身邊的年輕朋友 去幫助一些老人家 去做一個地址的填寫 我們社工局都很好 他們都設立了一些機制 去幫助我們的市民 如果真的有困難 身邊沒有任何人士幫到手的話 可以去到社工局的站點 都會跟他們去幫忙輸入地址這個工作 另外我們剛才說到 抗原檢測那個試劑 我們其實一直都計算數的 我們在618疫情最後的一次 我們是確保每一個居民 是有10個抗原 20個KN95口罩 這個數目的 所以目前來說是足夠的 可以使得我們市民 能夠可以去用到 我們的抗原的檢測 去配合我們的疫情防控工作 劉調方面的答案給你 醫生好嗎 謝謝記者朋友的一個提問 首先就是關心到我們58歲的 這位珠海的個案 他又沒有找到一個感染員 其實剛才我們也有介紹到 現時我們是看到這位58歲的個案 病毒株的基因牌序和早前的個案 基因牌序是高度同源的 估計他們應該是有一些關聯 但問題我們現時是找不到 他們之間是怎樣去引起一個傳播 究竟哪個先哪個後 中間有沒有更加多 涉及不同地方的一個感染者 現時我們是不知道的 所以正正因為這樣 我們都是無論我們澳門 或者是珠海 都是進行一些比較大範圍 大區域的一個核酸檢測 目的都是希望看看 會不會中間 找到更加多的引力的感染者 而可以明確到這些病例之間 是怎樣去引起一個傳播的 而記者朋友關心到這位患者 他曾經去過很多不同的地方 去進行送貨 我們現時都陸續對這些場所裡的人員 進行一個流行病學的調查 去了解他們和這位感染者的 一個接觸的情況 我們會因應他們接觸的情況 去評估他們的風險 也會根據風險去作一些管控 包括一些有明確接觸的人士 我們會要求進行一個醫學觀察 安排到我們的自定酒店進行醫學觀察 如果他是沒有直接見到他的 但可能是一個遠距離 是有一個和一個空間一起相處的 我們也會安排他們進行多次的一個核酸檢測 去作一個風險的管理 另外記者朋友就關心到他送貨的時候 有否戴好口罩 根據我們的調查 有時候會有戴 但也會有些情況是沒有戴口罩 因此我們對於這些 尤其是他沒有戴口罩 去曾經接觸的人士 我們管理的措施是會更加嚴格的 下一位記者 後面白色三彈鏡的男記者 麻煩你 你好,論盡 首先想問回今輪全民核檢的時間問題 因為記得昨天在新聞發布會上面 兩位局長就說希望在今天之內做完 但是新聞發布會完了之後 兩個多小時就突然出了一條新聞告就說 延長到明天中午的11點 又想問回為什麼 那兩個小時的時間裡面 可以有這麼大的改動呢? 原本由今天延到明天 延到28小時完成一次 因為看預案裡面就寫說 當局希望一次傳聞是限制28小時的 是否原本的計劃呢? 反正為什麼會延長呢? 另一個就是 昨天出的那份 6.100疫情總結的新聞稿裡面 就有寫到 6.100疫情的總開支就是十億多 但是沒有詳細到講期 當中的細項是用了多少錢的? 之前記得梁醫生有提過說 核檢、快測和KN95的費用 想問一下可不可以提供其他 例如衣冠酒店或者其他物資方面的費用呢?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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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偉業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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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 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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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員